那么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叫 独立开发为什么不要all in 其实我身边其实认识了很多这些独立开发者 然后大家呢有的是已经离职全职在做 有的人呢是在职在做 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上来讲 我其实更鼓励大家是从在职的时候开始做 然后当你觉得这个业务需要你全职去做的时候 你再真正的去离开你的工作 去全身心的投入到你自己的产品当中 这个事其实是这样的 从我的视角来看呢 独立开发这件事 其实它和创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可能只是在于说你做的是一个很小的事 而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你同样需要去面对市场 需要去面对客户 需要去面对不同的运营渠道 你需要去理解我如何怎么去获客 我怎么去处理我的销售的问题等等一系列 这些事其实你都是会遇到的 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这一生当中所接受的教育 是不包含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很多的工程师 你可能能够开发一个产品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运营 或者很多运营的同学 他能够写些文章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构建一整个产品 或者说我们的产品也好运营也好 我们的研发也好 大家都没有做过销售的经验 所以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聊你的产品 这些其实都会成为你在独立开发过程中受挫的非常重要的点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其实是比较推荐于你在还在工作的阶段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去做一些set project 你可以构建出自己的产品 你不一定非要在这个产品上赚钱 但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把你整个的产品的sense运营的sense 包括和客户去沟通的这些sense 全部都建立起来 那么这样当你去做 真正的去做一个正经的一个产品 或者我们说独立开发也好 也好 你要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至少在能力上是有一定的积累的 以及我其实在很多独立开发者群里面 其实观察到很多这种会议来去做独立开发的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分两种情况 一种叫被动的 比如说你今天被裁员了 那可能他属于一种选择被获下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事是没问题的 因为相比没得选 独立开发至少是一个选择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另外一家企业去工作 另一种场景的是说我现在工作好好的 我就是觉得独立开发很酷 我想全职来做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或者说这样的想法 那我的建议是 你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你不要这样做的 因为独立开发者本质上你是一个创业公司 只不过这个创业公司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我们说你叫独立开发者 但一个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你其实一样是要面临的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匆忙的 从你当前的公司离开 去做这件事 那你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我们能看到的 真正能够赢的 也是寥寥无几的 更多的是说 他可能在外面折腾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说 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重新回到企业中去上班 那这个时候你又发现说 你的简利又花掉了 你可能又没办法很好的去 找一个企业内的工作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在 整条链路上的时候 可能由于一时的没有考虑清楚 做了一些比较匆忙的选择 会给你后续的规划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避免的 一个独立开发的理想的链路 其实应该是 你在指的时候 去先把这个产品的雏形建设起来 然后呢完成基本的这个市场的验证 甚至是你开始去做一些基本的收费的功能 然后可以去收一些钱 然后随着你在这个花费一些业余时间 来去维护这个产品 把它从一个没有收益的产品 变成一个有金钱收益 然后慢慢这个金钱收益 可以覆盖你的基本生活支出 然后那这个时刻 你就可以考虑说 我要不要出来去全职做独立开发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全职出来 你可以继续在企业当中工作 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说 你在你的这个产品上耗费的精力 已经大大的销后 你精力没有办法和你的工作共存的时候 你可以再选择说我离职出来 这个可能是更好的 更适合大部分独立开发者的一种选择 而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很酷 我就应该跳出来去做 那你大概就会死的比较惨 好了 那关于独立开发不要all in这件事 我们就说到这里 欢迎你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 然后我来看看 怎么给你一个解答